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集 富爸爸系列 富爸爸 成功创业的食堂必修课 作者是罗伯特 亲戚Robert Toru Piosotti 第七讲 使命的高度决定了产品 第七讲 怎样从小公司成长为大公司 为什么很多小企业始终都做不大呢 我问 问得好 他们始终都做不大 是因为他们的BI三角形有缺陷 富爸爸答道 如果BI三角形不够完善的话 要想从S向线进入B向线是很困难的 美国 小公司盛行的国度 根据2005年的统计显示 美国拥有大约1600万家公司 80%都是不超过9名雇员的小公司 85%的员工在小公司中工作 这些小公司为美国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53%的产值 每个月都有15万家新公司成立 同时有15万家公司消失 倒闭之后 有个说法叫事后诸葛亮 的确 事后变聪明很容易 但这种聪明也有高下之分 一些像BI三角形和现金流向线图之类的图形 不仅能帮助我设计未来的商业模式 也能帮我评价过去 在我的尼龙钱包生意失败之后 我在从BI三角形和现金流向线的角度 去审视失败的过程 就像突然擦亮了眼睛一样 很多事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显然 让我们栽根头的原因是 我们的能力跟不上我们的成功 还有 在成功的表面下 一些问题早已暗暗滋生 直到把我们搞垮 从客观的角度评价自己 并从现金流向线的角度去分析 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 真正的原因 还是我们年少轻狂 年纪轻轻 就拥有一家成功企业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得到了一辆跑车和几箱啤酒 就算别人教导他要注意安全驾驶 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年少轻狂 也可以从下面的向线中看出来 1976年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拉里克拉克 还位于一向线 我们都是施乐公司的销售员 我们的销售业绩最高 我们自以为能摆平一切问题 在制定商业计划时 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像埃维尔 克尼维尔一样骑着摩托车飞越大峡谷 也就是一下子从一向线跳到B向线 而不是从一向线到S向线 再到B向线 这就像翻越峡谷时 不是先下到谷底 再爬上另一侧的岩壁 而是从这个山顶直接跳到那个山顶 就连克尼维尔也知道 给自己的摩托车加上一顶降落伞 而我们却没有 我们没能成为埃维尔 克尼维尔 却像威尔 科尤特一样 冲出悬崖边缘飞到空中 才发现脚下除了空气 什么都没有 到了1978 1979年 我们开始意识到 我们的脚下只有空气 我们几乎已经成功地进入了B向线 事实上 我们的手几乎已经触到了那边的山崖 却因为Bi三角形太过薄弱而掉了下去 那感觉可不怎么美妙 我们摔得死去活来 今天 我一看到卡通片里的角色 向前冲过了头摔下山崖的场景 就特别感同身受 摔下去是好事 如果你能活下来的话 1979到1981年之间 我的任务和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差不多 都是要检查一架飞机的残骸 我的合伙人离开我去创办新的企业 又有两名新的合伙人加入了进来 其中之一是我的兄弟乔恩 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商业合作伙伴 也为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我们一起检查了之前那架飞机的残骸 然后重新建起一家公司 但规模比以前的小 我们从B向线回到了S向线 1981年 我们公司和当地一家电台合作 创办了一档商业节目 如今 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台商业节目 我们还和电台一起开发了名为98滚石的商品品牌 我们的明星产品是一种黑色T恤衫 上面印着弹香衫98滚石FM的红白标志 在弹香衫 成千上万的孩子涌进98滚石商店 疯抢我们的T恤衫和其他产品 我们的产品线迅速向全世界扩张 在日本尤其成功 看到成百上千的日本孩子涌向东京的一家98滚石商店 多年未见的笑容再次浮现在我的脸上 在我跟父爸爸讲述我们的成就时 他提醒我 过程能让你瞥一眼未来 但你还得踏踏实实地遵循这个过程走下去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摆脱困境 但我知道已经离目标更近了一步 那个虽然艰苦 却别无选择的过程就是工作 98滚石掀起的狂热 持续了差不多18个月 他为我赚了很多钱 凭着这一次营销战役的胜利 我还清了70万美元的贷款和拖欠的税款 这时我的资产和负债都回到了零 虽然依旧没有钱 但是我在DI三角形的各项技能却加强了 也找回了自信 学会了如何把坏运气变成好运气 我没有宣告破产 而是再一次瞥见了未来的幸福生活 旅程尽头的未来 1981年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一位经纪人打来电话 他听说了我们在98滚石上取得的成功 希望和我们合作重新发行乐队专辑迷强 这无疑是一个好机会 就这样 我们的小公司再一次成长为大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公司的BI三角形再一次经受了考验 我们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合作开发的产品非常成功 很快 其他的乐队也向我们伸来了橄榄枝 我们在檀香山的小公司成了生产开发摇滚乐队附属产品的专业户 在杜兰杜兰和范海伦乐队登上我们的合作名单之后 我们公司的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1982年前后 出现了MTV 这意味着摇滚乐要卷土重来 迪斯科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的企业规模再一次显得有些落伍了 我们站进了天时地利人和 却在生产规模上无法满足需求 我们也知道不能再在美国生产产品了 这里的法律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说太高了 为了进一步扩张生意 将工厂转移到亚洲无疑是更为经济的选择 为了实现往亚洲扩张的计划 我们三个合伙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大约六个月 我主要在纽约和旧金山 我们的另一个合伙人大夫在中国台湾和韩国 我的兄弟乔恩则留在檀香山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营 处在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不同时区 我们从不间断电话联系 那时还没有手机和电子邮件 我们在一起打造一个强大的BI三角形 随着这个三角越见越大 钱也大笔大笔地涌进来 有时我会放下手里的工作 跑去拜访父爸爸 这段时期我们的关系不太融洽 他还在生气 因为我在做钱包生意时 不听他的意见而犯了错误 我告诉他我把钱包公司又办了起来 而且汲取了很多经验 但他还是有些不高兴 尽管如此 他依然会毫无保留地对我提出新的建议 回头想想 重建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我的两位新的合伙人也都从中学到了很多 成长了不少 我们不再夸夸其谈 而是变成了聪明的生意人 我们的现金流就是证明 我们的新的BI三角形不再摇摇欲坠 而是稳稳当当地立了起来 有一天 我的合伙人大夫建议我和他一起去一趟韩国和中国台湾 去看看我们设在那里的工厂 此前 在他建立工厂期间 我一直待在旧金山和纽约 从未去过亚洲 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 我就是在那次亚洲之行中看到了孩子在血汗工厂工作的情景 我的制造商生涯 也就此结束了 已完成的使命在从亚洲飞回夏威夷的飞机上 我意识到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我开始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一切都还像发生在昨天 天 我记得 1974年 我决心进入失乐公司学习销售 也记得 1976年 我和拉里决定在业余时间筹办我们的尼龙钱包生意 还记得1978年当我成为失乐的最佳销售员之后 我们的钱包公司也登上了GQ跑步者世界和花花公子 我和拉里离开了失乐 开始全职经营我们的小买卖 我还记得 其间所有大大小小的波折 我回想起 自己当初向家人 债主和税务局宣布我们的公司倒闭 心情也跟着变得沉重了起来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 父爸爸对我的训诫 而当我想到 乔恩和大夫决定和我重新创业 并且成功地运作了98滚石和其他摇滚乐队的生意时 笑容又浮现在我的脸上 如今 公司已经发展得强大而顺利 该是我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而我的头脑中 却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 留下来吧 现在正是挣大钱的时候 你刚刚重回巅峰 干嘛要离开呢 最困难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你就要发大财了 你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 然而 我心里知道 现在必须奔向下一个目标了 下定这样的决心很困难 尤其是在我们公司的生意 正无比红火的时候 我的头脑和内心 斗争了几个月 有很多次在拿到分红支票时 我都告诉自己应该留下 然而 我知道自己学习 BI三角形基础知识的使命 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在商界 已经具备了竞争力 然而问题在于 我痛恨为了保持这种竞争力 而不得不去做的事 我不想让孩子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 为我们打工 这样的经历 可能会毁掉他们的一生 1983年底 我告诉大夫和乔恩 我要离开了 我没有要求任何经济补偿 因为我得到的 已经比当初想象的多得多 与我的妻子金相遇 就在我准备改变自己的生活时 我遇到了金 那时候我还是怀鸡鸡夜总会的迪斯科狂 在我认识她的前几个月 她显然不愿意与我交往 一定是我的高领衬衫和迪斯科靴 让她觉得讨厌 不过没关系 怀鸡鸡的迷人女郎多得很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从亚洲回来后 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金 我又一次约会她 她则又一次拒绝了 这种情形持续了六个月 总是我跑去找她 试图和她搭讪 约她出去 结果总是碰一鼻子灰 我打电话给她 她不接听 我送花给她 她也不收 我把销售训练中学到的所有技巧 都用到了她身上 我尝试了小狗成交法 科伦坡成交法 假设成交法 但这些方法在她身上 都丝毫不见成效 最后 我前驴技穷 只好放弃了那一套迪斯科 狂加推销员的伎俩 把我在夜校里学到的 营销方法用了起来 营销学的一个首要原则 是做市场调研 我开始想方设法 四处打听 这个叫金的女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营销学里 这叫了解客户 我找到的第一个人 是她的一位同事 我才刚开始打听 她就大笑起来 你没戏的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追她吗 她每天都能收到 像你这样的人的卡片 鲜花和电话 她可能连谁是谁都分不清 她的话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 但我依然坚持不懈地搜集信息 有一天 我和我的一位女性朋友 菲利斯共进午餐 我告诉她 我的市场调研项目进展的不顺利 听了我的故事后 菲利斯乐开了怀 你不知道 金最好的闺中密友是谁吗 不知道 菲利斯笑得更欢了 就是卡伦 你的前女友 什么 我大吃一惊 你在开玩笑吧 真的没有 菲利斯边笑边说 我起身拥抱了菲利斯 跑出餐厅直奔办公室 我有个电话要打 打给卡伦 我和卡伦的分手不是很愉快 所以我还得先做点安抚工作 在展开一番迟来的道歉之后 我向卡伦讲述了我苦追金六个月而未果的故事 他也笑翻了 最后他终于止住笑问道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我这时又拿出了销售员惯用的那一套伎俩 就像每个经过训练的销售员都会向客户要求的那样 我要求卡伦替我推荐一下 什么 卡伦高声尖叫起来 你让我来推荐你 你让我建议他跟你出去约会 你神经短路了吧 嗨 谁让我就是干推销这一行的呢 我开着玩笑 卡伦却没有笑 那好吧 他说 我会跟他说的 不过我提醒你 我只能做这么多 别想让我再帮别的忙 卡伦后来真的去和金说了 在他面前大大夸奖了我 六周后 我和金终于定下来要见面 1984年2月19日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一个新历程的开始 我们在一个可以俯瞰海景的阳台上共进晚餐 然后带着一瓶香槟 去白沙滩上散步 当时我还不是很有钱 那是我能想到的 可以用比较少的钱 营造出来的 最浪漫的约会 我和金坐在钻石山脚下的海滩上 畅谈了一夜 直到旭日出生 不过 那还只是个开始 那一晚金向我讲述了他的生活经历 我也跟他讲了我的 在谈到工作的话题时 我讲到了傅爸爸给我上的课 金在大学里主修商业 他对傅爸爸的BI三角形集成为创业者的过程 十分感兴趣 坐在洒满月光的大海边 和我心中最美的女人 谈着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 真让我感觉仿佛身在天堂 我这个迪斯科狂到目前为止 约会过的女孩中还没有一个懂得商业的 只有金董 而且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当我跟他谈起我的尼龙钱包生意时 他不断摇头 我讲到我们是怎么成功 又是怎么一败涂地的 我又说起了我们在亚洲的工厂 在原本只能容纳一排工人的空间里 四排同工挤在一起 头也不抬地工作 呼吸着染料散发出的有毒空气 这时金几乎要哭了 然后我告诉他我已经离开我的公司 因为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接过话说 我很高兴你愿意继续往前走 但是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我摇着头回答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时你得先停下来 才能继续前进 现在我就停下来了 这时我跟他讲起我爸爸的现状 失业在家 偶尔找一些零工对付生活 我谈起我对教育的看法 现行教育既不符合时代的需要 也无法帮助孩子们应对未来的挑战 他在培养孩子们成为雇员 而不是创业者 在教导他们寄希望于在退休后 有一家公司或是政府养活自己 我们又谈到了未来 谈到了父爸爸所预见的社会保险 与医疗保险制度危机 股市危机等等 你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呢 他问道 你认为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吗 我也说不清 我答道 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各种问题 比如说环境 疾病 食品 住房 等等 但让我最感兴趣的是 财富与贫穷的问题 以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们又谈到了巴克明斯特 富乐博士 在我跟他学习期间 我发现他对于金融体制的看法 和富爸爸一样 我努力向他解释清楚 富乐博士的观点 有钱有势的人 如何通过玩金钱游戏 使穷人和中产阶级 置身于财务危机的边缘 我还告诉金 富乐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目标 这个目标不应该只是赚钱 而应当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听起来 你是想像你的富爸爸那样 去帮助别人 尤其是帮助工厂里的童工 那样的穷人 金说 我说 太对了 参观工厂之后 我就感觉到 我现在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了 而不是 让他们为我做苦工 我应该 让他们富起来 而不是只顾着把自己变成富人 这时 朝阳从海面一跃而出 冲浪的小伙子们 开始在金光淋淋的海浪中 大显身手 该准备上班了 虽然我们聊了一整夜 却毫无倦意 从那天开始 我们俩走到了一起 寻找激情 1984年12月 我和金搬到了加利福尼亚 正如我在好几本书里 曾经提到的那样 我们从此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我们想抓住一个商业机会 却没能成功 结果落得身无分文 不得不在一辆汽车里过夜 那段时间对我们的决心 还有我们对彼此的信任 都是一种考验 加利福尼亚是新型教育的温床 当年的嬉皮士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很多人在以非常奇特的方法 教授一些有趣的课题 常见的有 打开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习惯 超越现实的限制 等等 我和金进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学习研讨会 从中汲取灵感 并揣摩各式各样的教学技巧 在本书的前面 我提到过 我们曾在鲍勃 本度兰的赛车学校学习 以及协助托尼 罗宾斯教他的学员 踏过温度高达1000摄氏度的热炭 你们可能已经知道 我不喜欢传统的教学方式 我不喜欢被犯错误和不及格的恐惧牵着鼻子走 不喜欢死记硬背那些正确答案 在学校里 我总感觉自己像被编好了程序 只能做那些正确的事 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 在学校 我就像一只被蜘蛛网缠住的蝴蝶 网越缠越紧 直到我再也飞不起来为止 我所追寻的教育方式是一种能够教会人们打破恐惧的教育 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发现内在力量的教育 一种能够帮助人们超越心理极限 驾驶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教育 我对这些教学技巧研究的越多 越是精益于情感和意志结合起来激发出的能量之大 我也就越想学习 我对于人类是如何学习的这个课题充满了兴趣 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如此热爱海军陆战队 我热爱那些训练和飞行学校 因为那儿训练了我们克服恐惧 超越极限的能力 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学习环境了 这种艰苦和严酷的环境 要求我在整个训练中完全调动其体力 智力 情感和精神 在海军陆战队 只记住正确答案是不够的 就像在商界一样 在这里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是行动而不是语言 这是一个强调使命第一 团队第二 个人最后的学习环境 它教会人们飞翔 而不是束缚人们飞翔的翅膀 突破性的学习 我把我们正在进行的学习称为突破性学习 也就是能够为人们带来改变 突破成规陆陆席的学习 那过程就像一只小鸡终于破壳而出一样 在我参加的一个学习研讨会上 老师讲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亚 普利高筋的故事 他因对耗散结构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的研究证明了孩子是如何爬上自行车 摔下来 再爬上去 再摔下来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会骑自行车了 简单说来 摔倒会给孩子造成极度的紧张 而这种紧张的过程又会促使孩子重新组织自己的思维方式 所以一旦学会了骑车就永远不会忘记 对我来说 他的研究验证了 为什么学校里的好学生并不一定总会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众 就像我爸爸一样 一旦摔下来 他就坐在地上不起来 并对自己说 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他没有继续前进 直面更大的压力和沮丧 而是撤了回来 以减少压力 这很像是一只因为害怕外面的世界而始终躲在蛋壳里的小鸡 普利高金总结道 压力之下出智慧 傅爸爸则说 要摆折不挠 我们能够学多快 我研究的另一位学者是保加利亚的乔治 罗扎诺夫 他是超级学习领域的先驱 我从未上过他的课 但看过相关报道 据说他能够在一两天之内就教会人们一种语言 显然 老派的学者对他和他的工作十分怀疑 而我试了他的方法 发现他确实有效 我不喜欢学校的一个原因就是 在学校学习的节奏太慢 学一点点东西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而将不同种类的教学技巧结合起来 可以提高学习的速度并增加趣味性 使学生更好 更劳定记住所学的内容 在我的发现中 我最喜欢的一点是 不管你得A还是得F都不重要 罗扎诺夫的教学方式 能够唤起人们学习的渴望 让人们自觉地学习 找到我的激情很多年前 傅爸爸曾对我说 一旦走完了一段旅程 就应该把最大的收获带在身上 把其他的抛在身后 然后再继续走下一段路 按照这种方式不断前进 在我和金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傅爸爸的话显得十分有用 突然之间 我发现我已经从过去的几段经历中 汲取了最精华的部分 我的经历包括 令人生艳的学校生活 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做尼龙钱包生意等 虽然经营尼龙钱包生意的过程充满了艰辛 但我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而现在 在研究人们是如何学习的过程中 我以往所有的经验都派上了用场 那些零零碎碎的经历 也都有了意义 1985年8月前后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激情 我的下一个生意 已经在头脑中成行了 从1986年到1994年 我和金创立了一家机构 开办了创业者商学院和投资者商学院 与传统的商学院不同的是 这两所商学院没有门槛 我们不需要在学校学习的成绩单 我们向学生要求的只是学习的愿望 时间和应付的学费 我们运用自己学到的教学技巧 来教授会计和投资的基础知识 这通常是六个月才能教完的课程 但我们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教完 我们并不空谈经商 而是让班上的学生动手建立一家企业 其中会触及BI三角形的各个层面 我们不会空谈团队建设 而是要求每一个团队集合起各项技能 在课堂比赛中 获胜者不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 而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团队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要让15个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 不同身体状况 不同性格的人组成团队 并完成游泳 自行车和跑步比赛 有多么困难 有的时候 一个团队成员甚至会背着队友 跑过终点线 这让我想起了 我在越南的情景 当然了 作为一所实践商学院 我们要拿针钱来玩游戏 每个学员交出一些钱凑在一起 只要获胜 就可以把这些钱全部拿走 一个获胜的15人团队 有时能赢走5万美元的奖金 在我们的投资者商学院中 我们并不讲述投资知识 而是建起了一个股票交易厅 不同的团队代表不同的共同基金和基金经理 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 队员们需要及时调整他们的投资策略 在课程结束后 同样也是由获胜的团队 迎走所有的钱 1993年 尽管我们生意兴隆 利润丰厚 但我还是感到 该是再次前进的时候了 1994年夏天 我和金出售了我们在公司中的股份 退休了 我们的投资所产生的被动收入 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支出 我们终于跳出了老鼠赛跑 尽管我们还不算富有 却已经获得了财务自由 如果你能找到一本 富爸爸年轻享受生活 就能在封面上看到一张 我和金奇在马上 立于封顶俯瞰碧海的照片 我们因为早早退休 得到的第一份奖励 就是去斐济岛度假 那年今37岁 我47岁 懂得何时停止吉姆 柯林斯在 从优秀到卓越中 用了很大篇幅谈论 应该懂得何时停止的问题 2004年 当我阅读他的这本书时 我又想起了我在1984年和1994年的两次止步 并没有什么信号 也没有什么冥冥之中的声音 在昭示我是时候停下来了 每一次 我只是在某一时刻 感觉到自己脚下的路快走到尽头了 是时候停下来 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了 我总是会遇到一些生意人 他们想停止 却停不下来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 他们的BI三角形还不稳定 为了克服这些弱点 创业者经常需要更努力 更长时间的工作 另一个原因是 创业者一旦停下工作 经济上就会入不敷出 这是BI三角形不够坚实的缘故 还有一个原因是 一个人虽然已经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却只能继续工作下去 因为他不知道下面该做些什么 按照吉姆 克林斯的说法 一个人可能需要先停下来 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寻找新的事情做 我正是这么做的 我会先让自己停下来 尘埃落定 等上几年 看看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从S向线到B向线 从1984年到1994年 我打牢了S向线的基础 我不想在条件不成熟时 就一下子跳到B向线 我知道过于成功 往往会使人力不从心 S向线的人一旦成功 就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由于S向线的人通常独立工作 更大的成功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 原因在于 S向线的人通常按工时记筹 但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每天能用于工作的时间 是有限的 我和金停下来 并不是因为对长期的艰苦工作 感到厌倦 使我感到不满足的是 我们的工作能够影响到的人数有限 愿意花钱来参加我们的 学习研讨会的人 毕竟是少数 而我们的研讨会不仅收费昂贵 而且像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一样严苛 人们要来上我们的一个商学院 需要抽出至少十天的时间 巴克明斯特 富乐博士是对我一生影响巨大的良师 他经常说 你服务的人越多 就越有效率 他谈的不是钱 而是服务的水平 富爸爸说过 S向线和B向线之间的一个最大区别 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的数目不同 他还说 如果你想致富的话 就去为更多的人服务 1994年 我参与的最后那期商学院招收了350名学员 每人需支付5000美元的学费 所以 我们挣的钱并不少 而不足之处在于 接受我们服务的只有350人 我知道 如果我真的想去帮助亚洲的那些同工 通过现在这种方式肯定无法实现 换句话说 我应该停下来 思考一下如何从S向线进入B向线 这次我们不是要飞越大峡谷 而是准备踏踏实实地从谷底往上爬 现在是时候思考一下 富爸爸所说的针眼问题了 穿过针眼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 S向线的自故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在于字这个字 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人自身就是产品 人们雇用他们去做一件工作 看一看BI三角形 从现金流到产品 自故人事事都得操心 在很多情况下 他们是很难进入B向线的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脱离整个流程 在1984年到1994年期间 我就处于这种状况 我就是自顾人中的那个字 尽管我是有意识地这样去做的 但现实还是让我不安 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我不能亲自去给学员们上课会怎么样 我们尝试过训练其他的教师 但是耗时费力 困难重重 我们很难再找到 像布莱尔 辛格或维恩 摩根这样的好教师 我很难教会别人运用我的教学方式 要想一天教会300多人 掌握投资技巧或会计知识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简直就像教人在热探上行走一样难 在1994年出售公司之后 我又不断问起这个问题 如果我不亲自上课 该怎么以我的方式教育更多的人呢 我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 比斯比镇附近的山中 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寻找答案 我未找到这个答案 苦苦思索了两年 在离开比斯比时 富爸爸穷爸爸的大纲 已经存在我的电脑中 我还想好了现金流游戏的蓝本 我穿过了真眼 从S向线进入了B向线 富爸爸是在主日学校 学到真眼的概念的 他说 教堂里的人总说 让一个有钱人进天堂 比让一只骆驼穿过真眼还难 富爸爸接着说道 现在暂且不管什么骆驼 一个人如果能够穿过真眼 就能进入充满财富的世界 富爸爸说这番话时非常严肃 并未拿宗教开玩笑 他只是在借用一个比喻来阐述他的想法 在商业世界中 一个创业者要想穿过真眼 就得把自己放在后面 穿过真眼的只能是创业者的知识财富 看一看下面的图你可能就明白了 在历史上 创业者穿过真眼的事迹不胜枚举 以下仅是其中的几例 一当亨利 福特设计出可以大批量生产汽车的流水线时 他就穿过了真眼 而在那之前 大多数车子都是先由客户预定 然后手工制造的 二当史蒂夫 乔布斯和苹果电脑的团队创造出iPod时 他们就穿过了真眼 三项史蒂芬 斯皮尔伯格和乔治 卢卡斯之类的大师指导一部电影时 他们也穿过了真眼 四麦当劳把自己的汉堡包授权经营模式 推广到全世界时 就穿过了真眼 五当一家网络营销公司的销售员 建立了一系列的人脉后 他就穿过了真眼 六当一名投资者购入一处房产 从而每月都有稳定的现金流入自己的钱包时 他就穿过了真眼 七点一名运用电视助选的政治家 就是在穿过真眼 而登门拉票的政治家则没有 八当发明家或作家 把自己的发明或作品 卖给一家大公司 并获得专利费或版税时 他们就穿过了真眼 九利用我从父爸爸那里学到的知识 和我对教育方法的研究 我推出了游戏和新书 从而穿过了真眼 时当我创办尼龙钱包公司时 我没有先找律师保护我的知识产权 也就意味着我没有穿过真眼 我把我的创意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 让他们发了财 他们穿过了真眼 而我则摔下了山谷 我拥有一个很棒的产品 却没有法律的保护 那么我的BI三角形就是不完整的 破壳而出我带着新书和现金流游戏的 草稿本从凤凰城回来时就知道 要想进入B向线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组成一个伟大的团队 拥有伟大的团队 是从S向线进入B向线的关键 就像傅爸爸常说的 如果你是团队中最聪明的人 你就倒霉了 拥有了正确的使命和合适的团队后 我们的B向线生意渐渐兴旺了起来 我找到迈克尔 莱希特为我的产品做保护 迈克尔又把沙伦介绍给我 这时我知道卓越的团队已经形成了 我 沙伦合金开始根据BI三角形设计 和建立一家公司 我们的产品刚推向市场 前景就一片光明 生产线在我的50岁生日那天 也就是1997年4月8日 在沙伦和迈克尔的家正式投入生产 从傅爸爸公司建立的初期 我们就从未为他操过多少薪 唯一让我们伤脑筋的是产品供不应求 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 把产品推广到新的市场 它为我们带来的收入简直难以计数 2000年6月脱口秀女王欧普拉 温福瑞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上她的节目 这如同为我们打开了天堂之门 就这样 我们三个人从S项线进入了B项线 这时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傅爸爸所说的 亦真实地走过自己的旅程 2.在旅程中你对未来的惊鸿一瞥 会带给你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3.掌控BI三角形的能力 4.利用三种财富 竞争财富 合作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 5.穿过针眼 直到此时 我才觉得自己终于破窍而出 而在此之前 我只是个小人物 现在 无论我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都会有人叫住我说 他们读过我的富爸爸穷爸爸 玩过我的现金流游戏 2002年的一天 我正在瑞典的一家古董店里闲逛 店主是一位金发的瑞典人 研究中国古董的专家 他认出了我 然后说 前几个月 我去了一趟中国收购东西 在长江的一条游船上 我看到旁边有一只小木船 船上的一家人 正在玩中文版的现金流游戏 那一刻 我知道我兑现了承诺 帮助那些在工厂里打工 帮我赚钱的孩子们 现在 我还在为他们工作 为各式各样的家庭工作 为男女老少工作 教他们做金钱的主人 而不是等待政府来救济自己 2004年2月 纽约时报 用整版报到了现金流游戏 和世界各地成百上千的现金流俱乐部 他们聚在一起 只是为了玩那个游戏 学习父爸爸曾经教给我的东西 看到那篇文章后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无法相信这个奇迹 因为在我看来 登上纽约时报 简直比登天还难 看到那篇文章后 我明白我在创业者商学院 和投资者商学院执教期间 学到的东西 已经成功地转化成了产品 也就是现金流游戏 它在替我从事教学工作 现在 人们可以用不到一天的时间 学会会计和投资的基础知识 此外 很多玩过这个游戏的人 都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 对于他们来说 游戏提供了一个 打破常规思维的方法 他们头脑中的金钱世界 从恐怖变得激动人心 以前 他们总是苦苦地寻找 可以帮自己管理金钱的所谓专家 而在玩过现金流游戏后 许多人认识到 他们自己就能成为财务专家 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财务未来 而且 他们中的很多人 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最棒的是 我不再每次只教350名学生 他们也不再需要跑到我这来 交上几千美元的费用 现金流游戏 正在教育着成千上万的人 而且对很多人都是免费的 教师不再是我 而是他们自己 他们还能一边学习 一边与他人分享心得 在我读到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后 我知道对我来说 从1994年到2004年 这十年的历程已尽尾声 虽然如此 我的使命仍在延续 在你辞职之前 在你辞职之前 你最好能记住 本章给你的启示 那就是使命的高度决定了产品 仅仅通过在体力上努力工作 是很难为很多人服务 和挣大钱的 如果你想要服务于很多客户 并获得可观的财富 你就必须忘掉自己 穿过那个针眼 在你辞职之前 你可能还需要想清楚 对你来说 到底是在S向线快乐 还是B向线更快乐 如果你想进入B向线 就要记得 他所要求的DI三角形要坚实得多 而且只有拥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团队 才能帮助你穿过针眼 在你辞职之前 你可能还应该花一点时间 默默地回想一下 那些互联网公司失败的故事 我想很多公司失败的原因正是 创业者想要从一向线 一下子进入B向线 业务一垮 他们自己也跟着垮了 就像威尔 科尤特 一脚踩空那样 他们没能穿过针眼 第七奖沙轮凭注使命的高度 决定了产品执行你的使命 非常成功的企业 通常会做两件事 一解决一个问题 二满足一项需求 拥有一项与解决问题 或满足需求相关的使命 再加上未尽可能多的人服务的愿望 就为企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像罗伯特在海军陆战队中学道的那样 任务第一 团队第二 个人最后 如果我们都信奉这样的原则 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本书中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父爸爸公司的使命问题 及我们的核心使命 使人们在财务方面更加幸福 当我们商量着手创办这个公司时 罗伯特曾经跟我提到过这个使命 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也感到很满足 因为我的个人使命和理念 与这个崇高的理想不谋而合 现在 八年过去了 我们收到了无数人的电话 电子邮件和传真 他们有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看到了一丝光亮 有的摆脱了沉重的债务 有的购买了用于投资的第一项资产 有的实现了财务自由 从而跳出了老鼠赛跑 这时我认识到 我们的使命正在不断地达成 这不是我们的功劳 而是你们每一个采取行动 改善自身财务状况的人的功劳 我之所以参与创办父爸爸公司 是因为我被他的使命深深吸引 在下一章里 我们还会继续介绍 我们是怎样建立父爸爸公司的 其实 早在我第一次见到罗伯特之前 我们的合作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我头一次听说 罗伯特和他的现金流游戏 是在和我丈夫迈克尔的一次通话中 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 那次通话的内容 亲爱的 迈克尔说 我找到你要找的那个人了 我有些不解地笑了 他在说些什么 他找到了我要找的那个人 还没等我开口问 他就接着说了下去 我有一个客户叫罗伯特 清奇 他拿来了一个教授财务 会计和投资基本技巧的游戏 我想你该看一看 迈克尔很清楚 我对财商教育的热情 而且显然对这个游戏兴趣十足 我也被吊起了胃口 于是说 我很想见识一下 他真的很不错吗 我想是的 他们的思路很有道理 做出来的东西也很有意思 他们正准备试验一下 我很愿意参与试验 到时候通知我吧 我答到 几周后 我和我的女儿雪莉 一起去试用了那个产品 那是在她投入生产以前 也就是在那一次 我们被介绍给罗伯特和金刃时 我们会在下一章中介绍产品测试和创办副爸爸公司的详情 现在 我只想说 那个测试使我确认 现金流 游戏与我向大众推广财商教育的想法不谋而合 一直以来 我的夙愿都是让孩子们不要在对财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步入成年 深陷债务而不能自拔 了解金钱乃是人一生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技能 我们应该在孩子们进入社会前帮他们做好准备 与罗伯特和金的谈话让我明白 我们是同道中人 我们共同的使命可以通过现金流游戏来达成 让这个游戏教导尽可能多的人 该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件事呢 答案非常简单 那就是围绕现金流游戏建立一家成功的企业 我在创办企业方面的能力 即在出版和游戏行业的经验都用得上 一开始 我 罗伯特和金谈到了我的经历 聊起了一些商业问题 比如说 把游戏的生产外包 然后我就和罗伯特一起着手写作《富爸爸穷爸爸》一书 最后 我们三个人以合伙人的身份建立了富爸爸公司 我当上了公司的CEO 我参与这项事业的动机 并不是为了金钱 我甚至愿意无偿地工作 我的目标只是完成那项使命 坦率地说 我和迈克尔并不需要那笔钱 迈克尔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律师 而且我们拥有数笔回报 丰厚的投资 我们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加入富爸爸公司带给我的回报 主要是精神方面的 当然 在我们建立起公司 并执着地追求我们的使命时 财富也随之降临 你不需要当就是主 不过 一家企业要想成功 并不一定非得拥有无比伟大的使命 我在前面提到过 一家成功的企业 通常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或是满足一项需求 它的使命 只是为需要的人提供他们想要的解决方案或产品而已 比如说 我有个朋友开了加值板厂 专门生产特殊规格和用途的盒子 这项生意极为成功 因为它既解决了问题 又满足了需求 它的使命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向需要的人提供特殊种类的盒子 另一个把解决问题变为成功生意的人是罗布 他在一家中仓馆工作 是我儿子的朋友 他听到仓馆老板说 某种大米的价钱齐高 供应也跟不上 于是他有了个主意 他向当地其他的仓馆了解了情况 发现这是个普遍的难题 于是他给就金山的一位粮食进口商打了电话 以比当地市价低得多的价格 大量订购那种大米 没用几个月 他就做成了一笔成功的买卖 他也解决了一个问题 满足了一种需求 现在他的公司专门向威斯康星州 和西南部地区的餐馆供应大米 而且供货及时 价格低廉 罗布最初从威斯康星起家 然后靠赚得的利润 迅速扩张到了整个中西部地区 现在 他已经开始进口许多其他产品 在研究BI三角形时 我们应该注意到 为什么它的基础是使命 而顶部是产品 因此 每当听到有人跑来说 我有个绝妙的主意 我发明了一种产品 你想不想买下我这个创意 或是给我投资呢 我们多半只是抱以微笑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不能围绕一种产品建立一家企业呢 绝不是这样 有时产品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 是一项使命的载体 问题在于 它的推广者并未能很好的领悟这一点 有时使命在那 但推广者却浑然不觉 有时 一项产品 例如对一种现有产品的改进 能够支持其他人的使命 但无论如何 一种没有使命支撑的产品 是很难成为一家企业的基石的 使命不需要多么伟大 但完成使命的过程中 所能服务的人越多 企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一般来说 如果一家公司的使命是赚钱第一 或是成为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最大供应商 而不是解决一个问题或满足一项需求 那么它就缺乏打造一个强大的 BI三角形的基本力量 当然 赚钱没有什么错 想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没有什么错 但这种使命无法为公司指出明确的方向 也无法为员工们注入共建企业所需的精神力量 使命的达成只对公司有好处 而无法使更多的人受益 也许这样的公司应该从能为客户提供帮助的角度来 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 我们相信 一旦找到了解决某种问题或是满足某种需求的使命 钱也会随之而来 就像傅爸爸说的 你服务的人越多 你就会越富有 所以 在你规划你的企业时 先从使命开始吧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企业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要满足的是什么需求 一旦弄清了你的使命 再想办法去打造BI三角形的其他部分 但最重要的是 要着手行动 一个制胜团队 一家企业的成败 与创业者的职业道德 决心和愿望息息相关 大多数起步创业的人 三者都不缺乏 然而 最终决定一家企业走向成功的因素 还包括三种关键技能 首先 要建立一家企业 你必须具有销售技能 因为销售等于收入 当收入不足时 多半是因为企业管理者不擅长 或不愿从事销售 然而 没有销售 就得不到收入 有人说 要想卖出东西 你必须表现得像执着倔强的狗一样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 要想建立起一家真正的企业或网络 并脱离S向线 你必须能够吸引 打造并激励一支伟大的团队 在小企业中 团队的每名成员都应乐意从事销售工作 无论他的职务是什么 第三 为了实现目标 这一点也十分关键 即你要教会其他人如何销售 教会他们具备团队精神 教会他们追求成功 这种能力能够保证你的公司不断成长和盈利 并且长盛不衰 然而糟糕的是 大多数公司老板从来不教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总是认为 易销售是琐碎的工作 二 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 就得亲力亲为 三 教人学东西是学校的任务 在从事商业活动时 我们要提高公司的业绩 就经常会让员工们制定自己的荣誉守则 守则是一套规则 能把一群普通人打造成一个勇于进取的团队 这个团队不仅擅长销售 也渴望学习 忠于职守 这是取得成功需要具备的 而他要求所有的团队成员必须行动一致 大多数人都想尽可能做得出色 作为一个企业主 你应当创造出一个环境 使员工们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能变得极为成功 很多时候在企业里 你提供了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如何提供 你的团队的诚意和热情 将决定你的企业的声誉 成败和利润 布莱尔 辛格 傅爸爸顾问 傅爸爸冠军销售 和傅爸爸打造成功商业团队 ABC作者 选择合适的公司实体 可能很多人不会在意 但选择合适的公司实体 与选择合适的合伙人 同样重要 如果你选错了 和你一起创业的合伙人 你的努力 可能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要白费 不适当的合伙人 可能会大手大脚地 花公司的钱 可能签下公司 无法完成的生产合同 可能造成同事之间的不团结 也可能让你所有的努力 都付诸东流 同样 选择了不合适的公司实体 也可能直接导致公司的失败 你的出发点 一定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资产所有权和法律保护 如果你选择了个人独资公司 或合伙公司这样的错误形式 他们不仅不能保护你 还会在你生意失败时 拿走你所有的个人财产 债权人和他们的律师在提起诉讼时 最希望看到对方是个人独资公司或合伙公司 这样他们就不仅能够要求得到你的商业资产 还有权要求得到你的个人财产 你的所有资产会毫无保留地被他们拿走 相反 一种好的体制 例如C型公司和S型公司 一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合伙制公司 则能够保护你的个人财产不受侵害 就像好的合伙人一样 好的公司性质也能够为你提供更多保护 为你赢得更多的财富 加勒特 萨顿 律师 傅爸爸顾问 傅爸爸如何创办自己的公司 傅爸爸如何买卖一家公司 傅爸爸摆脱债务 ABC傅爸爸商业计划写作 ABC作者 C型公司被认为是标准公司 主要优点是股东不为公司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 C型公司获得的收入一般要比照公司的收入 按照一定的税率纳税 S型公司由C型公司发展而来 其股东不能超过100人 S型公司不缴纳收入税 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七章 使命的高度决定了产品 第七章 怎样从小公司成长为大公司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八章 规划一家公司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第八章 商业领袖的任务是什么 第八章 商业领袖的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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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领袖的任务是什么